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3月22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呢 在昨天所发布的三条重大新闻 这三条重大新闻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 就是呢,在全世界引起来了重大的轰动啊 那么同时呢,根据现在所公布的一些情节啊 这三条新闻呢,都有其蹊跷、诡秘 还有呢,背景复杂这些特点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讨论啊 首先呢,就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啊 美国的官员声称呢 中芯国际所制造的这个华为芯片呀 可能违反了美国法律 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据美国媒体报道啊 说香港的这个股市啊 应声就下跌了5.5%啊 那么这件事情的细节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所做的这个报道啊 美国的官员在什么情况下都说了什么啊 我们来看一下 说呢,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啊 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为受制裁的电信巨头华为 生产新进的7纳米芯片 可能违反了美国法律 这一消息导致中芯国际的股价 星期五在香港恒生指数当中暴跌了5.5%啊 其实呢 从他这一句啊 总结性的句子来看啊 这里面呢就暗藏着玄机啊 你看这里面呢有两大主体啊 一个就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电信巨头华为啊 请注意他这里面点出来啊 华为前面加上了受制裁的 而这个中芯国际前面并没有加啊 事实上呢 无论是中芯国际还是华为 都早就受到了美国的制裁了 那他这个报道里面呢 为什么他不点出来中芯国际也是受了美国制裁呢 就是因为呢好像就是说呢 他们美国现在啊对中芯国际呢进行制裁 对于中芯国际来说呢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 实际上呢这个毁灭性的打击啊 早就降临到了中芯国际的头上了 另外呢这里面提到的说呢 那么星期五的时候香港的恒生指数啊 暴跌了5.5%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5.5%算不算暴跌啊 就是这两件事啊 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啊 这都不一定啊 这有可能就是这第二句话耸人听闻 我们来看一下啊 美国之音是怎么来介绍这件事的 详细情况的 美国这位官员是谁啊 什么情况下说的这些话的啊 这些话呢有什么内量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呢是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啊 他叫艾伦艾斯特韦斯 他在星期四的时候呢 是在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啊 当被问及中芯国际为华为生产7纳米芯片 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 那艾伦特韦斯回答道呢 有可能 是的 有可能 我们必须进行评估 那么这段话啊 透露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玄机呢 我们都知道呢 华为在去年的时候啊 突然呢就发布了他们的Mate60啊 那Mate60呢以他这个强大的先进的功能性啊 震惊了全世界啊 那么同时呢全世界都在纳闷啊 就是华为这个芯片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芯片是谁给他制造的 通过拆解发现呢 华为Mate60的这个芯片呢 是一个7纳米的芯片啊 那么人们就开始说了 那是谁给他制造的呢 是这个台积电吗 那是不可能的啊 那么是中芯国际吗 中芯国际也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 是因为中芯国际啊 早就受到美国人制裁了呀 他能有这样的能力吗 那么一时间呢 这就成了一个谜团 对不对 后来呢 他们就发现啊 确实是中芯国际 给华为所制造的啊 那么这件事情啊 那直到现在 美国的这个商务部还说呢 这有可能是违反了他的出口管制 那么他之前的时候正常时间 为什么没有出手呢 就是因为啊 他的手早就出了呀 这件事情呢 是在他出手之后呀 就是说他出手 制裁了这两个巨头之后呢 这件事仍然是发生了呀 他是无能为力的呀 现在美国的国会还在揪着这件事 说明什么呀 就说明他们在做这个垂死挣扎 他们是不甘心的呀 我们记得呢 那个川普那会儿还在受访的时候呢 那个采访的记者呢 就问川普啊 说啊 中国虽然说现在他们能制这个五纳米的芯片 但是比我们的现在的三纳米要落后很多 当时呢 川普就回怼他说呢 你要光看数字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你得看中国想做的事情啊 什么时候他做不成过呀 中国想做的事情 他一定能做成的呀 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早一天晚一天能有什么重要呢 就是说呢 这件事情哈 在美国人眼里面 从官方到民间啊 从大媒体到小媒体啊 对于他们来说呢 心理上所造成的这个阴影呢 是相当巨大的 到现在都还不甘心啊 美国之音接着说 说美国的听证会还质疑中芯国际 是否非法使用美国设备生产相关的芯片 那么以上呢 就是啊 在星期四的时候 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接着 美国之音呢 就介绍了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个背景的信息啊 背景信息呢 就是啊 因为中国的这个崛起哈 川普啊 在2019年的时候 就对华为全面制裁啊 那么不久之后呢 2020年中芯国际 也上了美国的这个制裁名单 就是我刚才所说 这两家已经是被美国制裁的够不够了 按说哈 美国就以为啊 对这两家巨头的这种制裁啊 就会让这两家公司呢 彻底的销声匿迹啊 彻底被打趴下来 结果呢 事实如何呢 事实是呢 华为不断的传出来捷报啊 这些捷报每一次呢 都把美国打猫 好 这是第一条新闻啊 第二条新闻呢 是来自于中国的呀 大家如果还记得话呢 中国是在2022年的3月21日这一天啊 有一架波音737800客机啊 在中国呢 坠毁啊 那么机上的乘客呢 以及机组人员的无一生还 这件事情呢 让中国人无比的伤心啊 同时呢 也非常的关注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啊 美国的波音飞机啊 就不能再用了啊 美国的波音飞机 必须得给一个说法 那么当时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 当那个黑匣子找到的时候呢 因为那黑匣子破损的程度非常的严重啊 那么美国就说呢 这个黑匣子的破解只有他们能进行啊 中国就把黑匣子就交给美国了啊 美国说对于这个黑匣子的破解呢 说不是一天两天啊 不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 他们说呢 他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啊 可是呢 现在多长时间了呀 2022年的3月21日啊 到昨天为止啊 已经是两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事故的调查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昨天的时候呢 中国民航局啊 公布了这个事件的调查进展情况啊 那么这个通报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中国民航局的官网上啊 昨天他们就发布了这个通报 这个通报呢 就是关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 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哎 我就非常的纳闷啊 请注意啊 它是一个事故调查进展情况啊 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两年了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那么现在来公布这种进展情况啊 为什么呢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内容呢 是这样的 说2022年3月21日 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波音737800型客机 执行MU5735昆明长水机场 至广州白云机场定期客运航班 13时16分飞机从昆明长水机场起飞 64分钟后 偏离了巡航高度8900米快速下降 坠毁于广西壮族自己区 吴州市腾县 郎南镇莫郎村附近 机上123名旅客 9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 中国民用航空局 依据中国民航规章 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和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3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正后调查的有关规定 会同有关部门对本企事故开展技术调查工作 主要进展情况如下 一 残骸搜寻识别和分析情况 组织开展残骸物证搜寻 对主要残骸进行辨识 拍照取证 标记发现位置 制作残骸位置分布图 对飞机结构、飞行操纵系统、发动机等残骸进行专项技术调查 分析飞机坠地前姿态及关键操纵部件可能的工作状态 将发动机部件、操纵系统部件等重要残骸送实验室进行分析 确定损坏原因 这是第一方面中国对于残骸进行的各方面的处理 第二 飞行运行和飞机试航情况 调查机组成员的技术状况 健康状况和现实表现等个人情况 调查事发航班的放行计划、载重平衡、性能计算、运行监控、机组准备等运行情况 调查公司的安全管理、训练管理、人员资质管理、维修管理等组织管理情况 调查飞机试航指令、服务通告执行、航线和定检维修、故障保留等维修情况 对事故航班的燃油加注及油料品质开展调查分析 整合监视数据、视频录像等 对飞机最后阶段飞行状态进行分析 修复受损记录器、对获取的数据开展分析 第二方面是关于飞行运行和飞机试航情况 包括人员的健康等这些状况的 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我记得当时有一种说法 说飞行员家庭状况什么的 就暗示好像飞行员有可能是实行这种自杀性的制造了这个事件 那么我相信第二方面就包括了这一部分内容 然后第三方面的调查是航班保障情况 对起飞机场保障人员的资质、设施设备、工况等情况开展调查 对事发航班使用的跑道、滑行道、滑行路线、机瓶道面日常巡视及维护情况开展调查 对空管人员资质、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及空管自动化系统、空管指挥过程、航路天气情况开展调查 对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的基本信息、安检情况和装载情况开展调查 核查、事发航班、危险品、载运信息以及机组和相关保障人员的危险品培训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三方面就是外围的一些情况 人员什么的都进行了调查 包括培训的情况都进行了调查 那么以上这三方面的调查就围绕着事故的 包括了它的方方面面非常的具体 非常的周到 然后说经调查 事发航班、飞行机组及客舱机组 持有效执照、证件、飞行直勤、休息时间满足规定 当日飞行前健康体检合格 机组资质及配置符合要求 事发飞机试航证件有效 相关维修人员资质符合要求 起飞前未发现飞机系统、机身结构、发动机等存在着故障或异常情况 无故障保留 起飞机场当日相关作业保障人员资质符合要求 设施设备工作正常 作业和操作符合工作程序 相关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资质符合要求 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工作正常 事发前无线电通信和管制指挥未见异常 事发时飞机所在的空域及航路飞行高度层 无危险天气报告 事发航班装载符合要求 无申报为危险品的货油 无证据表明货油和行李当中存在着危险品 这是这个调查通报的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从这个飞机的硬件维护人员 人员还包括机组人员 周边所有跟他相关的人员 还包括培训的内容和过程 全都是正常的 还包括当天的天气都是正常的 一切的一切都是正常的 然后这通报说 后续那会怎么样呢 说后续技术调查组将继续开展 实验验证及原因分析等工作 并根据调查进展情况 及时发布相关的信息 就是说这个调查仍然没有结束 请注意这个里面并没有提到那个黑匣子 也没有提到来自于美国方面的 对黑匣子的分析 包括录音 包括黑匣子分析 也没有就是说飞机出事的那个下降的8900米 那个过程当中的情况 这些呢都应该是包括在那个黑匣子里面的信息 这些呢就都没有提到 那如果说呢这个下降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到 其他的全都提到了 全都没有问题 那问题就出在这个下降8900米这个过程当中了 对不对 现在就看美国 而美国呢 他原来说啊 一个月会拿出来结论 对不对 当时我们还觉得说为什么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啊 我们就算了一个月 但是现在两年了啊 两年了 仍然没有拿出一点点结论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 美国就是不想承认呢 中国为什么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公布了部分的调查结果啊 而没有涉及美国的那一面 很有可能就是美国根本就是不配合中国的这个啊 或者说呢 根本就不向中国透露他们所调查的这个结果 或者说呢 他们压根没有办法向中国以及中国人民交代这事 好 这是第二条新闻啊 那么第三条新闻我想说的呢 就是另外的一件蹊跷的事啊 就是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啊 她开车倒到了池塘里面 而溺亡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啊 在昨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这个警方呢 拿出来了一个结论啊 又公布的一些信息啊 说这个赵安吉啊 在事发的时候 他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啊 高达每100毫升233毫克 大家可能对这个公布这个呢 我们大家也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啊 但是他还公布了一个数字说 远超啊 该州法定限度的三倍啊 属于是醉酒状态啊 都不是酒降啊 属于是醉酒 也就是说呢 根据这个事实 就把它定性为一起啊 事故 一起不幸的事故啊 就此呢 美国的警方就对赵安吉的死亡的事件呢 应该说是画上了句号啊 但是呢 美国警方想画上句号 那外界对这件事情是认可的吗 外界会对这件事情画上句号吗 那么昨天这新闻出来以后呢 有很多人呢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仍然觉得说呢 这个事有很多的蹊跷在这里面啊 那么我们照样是来看一篇报道啊 根据这个报道里面所提到的 帮助我们回忆的一些之前啊 官方所公布的那些个信息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蹊跷之处在哪里 他的吊诡之处在哪里啊 然后呢 再结合啊 就是赵安吉这个复杂的绅士啊 我们来讨论一下啊 我看到呢 有一篇报道呢 是这么说的 赵安吉死前血液酒精含量 高出法定的三倍 被定性为意外 而不是谋杀啊 报道说呢 今天赵安吉死前血液酒精含量高出法定三倍的消息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啊 此前呢 有人猜测称啊 赵安吉是死于蓄意谋杀 据美国德州警方的透露啊 赵安吉在事发时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啊 高达每100毫升233毫克 远超该州法定限度的三倍 属于醉酒状态 这起悲剧被警方定性为一起不幸的事故 那么这次警方呢 还公布了现场的这个照片啊 从现场的照片呢 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啊 他在举办party的那个建筑物 以及他旁边的这个池塘啊 另外呢 还公布了他的这个汽车照片 还有赵安吉本人的照片啊 这张照片呢 我也给大家发上来啊 大家可以结合这张照片来看一下啊 那么据报道呢 当天晚上啊 50岁的赵安吉啊 与一群朋友在德州一处牧场的客房之内 共进晚餐呢 气愤欢愉 然而呢 随着夜色健身啊 在晚上11点半左右的时候呢 客人们相继离开 回到各自的卧室或者是家中啊 赵安吉呢 却驾驶着特斯拉 在倒车的时候 不慎驶入食堂 那么关于他这个过程 我想说呢 根据我本人的经验啊 就是说呢 他在里面开party啊 开完party以后呢 他出来开他的车啊 如果他的车之前 他往停车场停的时候呢 如果他是尾入的话呢 那么他出来的时候 直接开出来就行了 对不对 不需要进行掉头 那么他肯定是呢 投入的状态啊 他是投入到了这个停车位啊 据我观察啊 我们大陆的司机啊 他们特别习惯于在停车的时候呢 是尾入啊 而北美的司机呢 一般来说是习惯于投入的 所以呢 在出来的时候呢 他是需要进行三点掉头的啊 这个我们就知道 那么根据警方所公布的那个监控录像显示啊 就是赵安吉他在停车场的时候呢 他走的时候啊 他先是往前动了一下啊 他这个动了一下呢 我估计他或者是说呢 他在发动了车以后呢 就往前走了一下啊 然后就意识到 哎 我不能往前走啊 我需要三点掉头出来以后呢 我才能离开这停车场啊 另外有可能呢 他就是松了那个手刹以后呢 也许他那个地方呢 是一个往前的一个坡 一个下坡啊 那松了手刹以后 这车自然的就往前进了一下啊 有可能这个 但是这个呢 也不是太重要啊 接着呢 他就到了啊 要到处来 是一个三点掉头啊 一般的来说呢 比如说你要往前走啊 你这车是这样停的 你要往前走的话呢 你会往后这样倒一下 然后再往前走 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们会开车的朋友呢 都知道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他是什么情况呢 哎 他就倒回来了啊 倒回来以后呢 本来他应该转换这个档位啊 从倒车档 转到这个驾驶档 再往前走 结果呢 他就没有转换啊 而是呢 直接就加油 他想往前走 结果呢 因为他是倒车档啊 而倒入了后面的那个池塘里面了 他是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那么现在警方公布的说呢 他的酒精含量是远超于当地规定的最高线的三倍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就觉得说啊 警方就是想说啊 你都高于三倍了啊 这就是醉酒了啊 搁谁你都是烂醉如泥了 你还开车啊 你造成这种误判呢 是必然的 但是呢 因为啊 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啊 然后我没有酒驾的这种经验啊 我不知道 按照这个官方所公布的 他说是远超当地的最上限啊 加拿大的最上限是什么 0.08 0.08 如果0.08乘以3的话呢 就是0.24 对不对 他是0.233 其实呢 他是还没有到三倍啊 约等于三倍啊 说远超三倍 这个呢 实际上是有点误导了啊 我认为呢 警方如果是这样误导 或者媒体这样来强调这个远超三倍的话呢 就想把大家的思路带向 他是一个罪嫁 他是一个必然的啊 我认为从酒精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其实呢 他不是必然的 就算是他是三倍 他也不是必然的啊 一个人如果他要达到0.08的话呢 他并不是一个烂醉的状态 0.08可不是啊 0.08多数人啊 可能都还是很清醒的状态 你高出三倍头啊 我认为也不是一个烂醉的状态啊 他当时如果说他烂醉啊 哪怕他显示出来呢 一直不清醒啊 比如说话多呀 大舌头啊 走路摇晃啊 那么他其他的七位闺蜜 是不是能拦着他 不让他开这车 我认为会是这样的啊 那么他这件事的发生呢 就算是他不喝酒 他发生这样的事呢 这种可能性其实也是有 为什么呀 像他这样的一个大富豪啊 他平常我相信他是不开车的 他肯定有专职的司机啊 那如果他现在醉的不行啊 他叫一个酒驾 或者人是叫他的司机来啊 他都完全办得到啊 我不认为啊 他这个醉酒醉的挺严重的 这是他比较蹊跷的一件事情啊 另外他比较蹊跷的事情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报道说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赵安吉拨通了一位好友的电话啊 通话持续了整整八分钟 这是警方公估的啊 他这个沉入池塘以后啊 他不给警方打电话 他给他的朋友打电话 而且他给朋友打电话 持续了八分钟啊 这一个人你说你临死的时候 在这个情况下啊 你和你朋友 你通这么长时间的电话呀 而且呢在电话当中啊 他向有人透露了自己即将离世的消息啊 语气当中充满了绝望与不舍 他甚至在特斯拉即将沉入水中的那一刻 向有人表达了深深的不舍啊 他说呢 我快死了 我爱你啊 警方说呢 这段通话成为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遗言 这是事实啊 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这是事实啊 但是轻巧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为什么说不给警方打电话 而给你的闺蜜打电话 给你的闺蜜打电话求救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但是呢 为什么你要和他通话整整的八分钟呢 八分钟说实在的啊 时间的相对性啊 尤其是在你生命迷流期的这个八分钟啊 紧急状况下 八分钟是很长的 八分钟的时间 那么之后呢 他的这些朋友们啊 就都纷纷的行动起来了 一位朋友迅速的滑着一艘平滑艇 就向特斯拉赶去了 另一位呢 则毫无犹豫的跳入冰冷的水中啊 游向那辆车啊 他爬上了车顶 试图找到赵安吉的身影 但是努力无果 有一位朋友在晚上11点55分的时候 拨通了911 请注意 他在11点半左右的时候呢 就已经给他闺蜜打电话啊 结果呢 过了20多分钟啊 他的一位朋友才拨通了911啊 是911很难拨通吗 还是说呢 就在那时候才去拨911呢 真是特别奇怪啊 那么警方啊 收到报警以后呢 他们就组织这个执法人员和消防员啊 往现场赶 说是呢 因为他这个地方啊 特别偏远啊 说开车呀 就是趋力拐弯的 不好找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那个道路啊 还非常的泥泞啊 都不容易到达他出事的地点啊 说那个警方啊 不得不把车停在那 然后步行到出事地点啊 我觉得这也很诡异啊 那如果说那个地方啊 不容易开车 那赵安吉他怎么开车到那的呢 对不对 说从那个出事地点 到赵安吉的住处呢 开车需要四分钟的这个车程啊 四分钟的车程啊 我们开车的朋友都知道 四分钟的车程挺远的 你开始车啊 那个地方又没有红绿灯啊 这个四分钟可以开很远很远啊 就说明在这个四分钟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路啊 应该是适合开车的呀 这个警方咱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当警方到达现场以后呢 上一次我都跟大家说了 警方到达现场以后呢 因为那个车呢 已经沉到了堂底了啊 池塘的底部了 然后呢 他们又没有蛙人啊 找不到蛙人 后来呢 当他们还是两名警员啊 潜入水中 也不知道怎么把这车给他拖上来 以后啊 打开车里面全都是水了 把他从车里面拖出来之后啊 赵安吉实际上呢 已经淹死了 但是呢 警方仍然对他进行了40多分钟的一个施救啊 到最后啊 没有办法 2月11日凌晨1点40分的时候呢 宣告死亡 这是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那么我刚才说了 他这个诡异之处啊 蹊跷之处啊 另外呢 我们再说啊 就是他这个绅士啊 现在好多人仍然是不放弃谋杀的这种判断啊 这里面呢 包括很多人就觉得说呢 是美国啊 某一个势力或者某些人啊 操作了这一个阴谋 他是一个阴谋啊 那么法轮功的一些人呢 竟然啊 脑洞大开啊 仍然坚持说呢 这个赵安吉呢 是被中国政府远程操作呢 给他杀害了啊 说到这个远程操作啊 那么前一阵的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曾经说过啊 说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的电车到美国来啊 因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iPhone这个东西呢是可以远程操控的啊 说这个电车呢也可以远程操控的呀 说中国政府可以远程操控的车 那么说到这儿呢 好多人就提出来了 关于这个特斯拉这个车了啊 那么赵安吉呢 他第一次获救的机会呢 就是他的朋友来了以后呢 试图想要砸碎这个玻璃窗啊 然后呢把他救出来 发现什么呢 发现人家富豪对安保措施非常强啊 他就是把这些玻璃啊 都弄的是防弹玻璃 砸是砸不碎的 那么现在呢 有人啊关于这特斯拉车就提出来疑问啊 说特斯拉车啊 有一种说保护功能啊 说如果你这个车沉到了水里的话呢 它会自动打开车门的啊 我没有开过特斯拉车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特斯拉车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我感觉的自动化程度这么高的一个车 我想它应该是有这种自我保护的功能吧 比如说在它晨堂的时候对不对 它那个车窗自动的就降下来 让里面的人员可以从这个车窗爬出来 对不对 我觉得好像也应该是会有这样的功能吧 但是这个呢 咱们毕竟是不知道啊 那么说到这儿呢 这个赵安吉也是啊 那他这车他打电话八分钟 跟他的闺蜜聊天的时候 他就不能把这个车窗降下来 然后爬出来吗 赵安吉我不认为像他这样的一个女性啊 他能不会游泳 中国人呢不是很注重游泳这项技能啊 但是呢美国人啊很多人都会游泳 更何况像赵安吉这样的富家千金啊 我相信在他这个出生开始 他们家应该一直都有游泳池的 一直都有游泳池 他的周边有的是游泳池 他应该是会游泳的 但是呢咱们不知道啊 然后再说他的背景啊 那他的背景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他是家世是显赫啊 他的姐姐赵小兰呢 是美国的部长级的高官 对不对 那他的姐夫呢 更是参议院的这个保守党领袖 很多年很多年对吧 那么他自己呢是有两段婚姻的啊 尤其他第一段婚姻啊 他是在35岁的时候 嫁给了一个61岁的犹太人富商啊 那么特别蹊跷的是什么呢 他结婚以后10个月的时间啊 这位61岁的犹太人富商呢 心脏病发作就去世了 然后呢 他又嫁给了一个富商啊 这个富商呢 是持有11%的脸书股份的一个富商啊 人家富家女啊 从门当户对这个角度上来说啊 他所能嫁的肯定都是一些富商了 对不对 因为他接触的范围就都是这样的一个阶层 对吧 那么这里面一涉及到这富人啊 大家就会觉得 哎呀富人圈里面可复杂了 阴谋就可多了啊 谁要把谁搞死的话 这个能力是绝对是不容置疑的 然后这个犹太人啊 在全世界的能量呢 我们大家也是非常心知肚明的呀 对不对 那么像赵安吉这一个人 这样复杂的一个社会圈子啊 那么他的死啊 这里面牵扯到什么样的阴谋啊 都不足为奇啊 牵扯到什么样的阴谋 恐怕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啊 想都想不到的 那么赵安吉的死呢 有的人也说了啊 他们家貌似呢 也不出来质疑什么的啊 但是这事你得这么说啊 你出来质疑就管用吗 是不是 那么那些名人不明不白的死亡的 还少啊 在美国 对不对 最著名的就是 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枪杀之后 那事有多复杂 有结论吗 是不是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首先呢 是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新闻啊 根据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说呢 说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啊 星期五的时候表示 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啊 表示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相信啊 冲突将会通过谈判来结束 但是呢 交战的双方对和谈前景的看法 存在着重大分歧 而且呢 坚持各自的立场 这个报道说呢 李辉在最新一轮的穿梭外交当中 访问了莫斯科 基辅和几个欧洲的首都啊 那么在访问的时候呢 他就警告那些外交官和记者啊 让他们不要煽风点火啊 说俄乌战争呢 存在着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啊 李辉说呢 各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对和谈的理解上存在着相对比较大的差距啊 但双方都一致认为啊 最终结束这场战争 就是通过谈判 而不是通过枪炮 李辉认为呢 达成停火 具有挺大的难度啊 他补充说呢 战争爆发两年多以后呢 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 而且还存在着冲突 进一步升级的威胁啊 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李辉啊 进行斡旋的最新消息啊 那么虽然说呢 双方啊 达成一致的协议啊 分歧很大 相去甚远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协议啊 但是呢 很显然 美国以及西方啊 在这里面 仍然是煽风点火啊 是不愿意让这个战争停下来的啊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看到啊 就在李辉发表以上的 这些个言论的当天啊 根据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的报道啊 美国的安全顾问沙利文啊 也来到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啊 那么他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来干什么啊 其实呢 不言而喻啊 不用媒体报道 也不用他自己啊 来做这个记者会 我们也能够猜到啊 就是去给乌克兰来打气来的啊 之前的时候我们还说过啊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啊 他说 美国绝对不会让乌克兰输的啊 或者换一句话说呢 绝不能让俄罗斯赢啊 那么什么叫乌克兰输 什么叫俄罗斯赢啊 那么很显然啊 只要这个战争停下来啊 那么美国就会把它定义为是俄罗斯赢乌克兰输 就不符合美国的这个期望啊 所以沙利文啊 在这个奥斯汀说完这个话以后呢 到基辅来走一圈啊 很显然 就是呢 来给这个乌克兰啊 撑腰打气的啊 防止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啊 在中国特使李辉的这个斡旋之下 有所让步啊 那么在沙利文突访基辅的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美美就报道了啊 说呢 俄罗斯啊 给了沙利文一个下马威 就是呢 俄罗斯啊 又对这个乌克兰发动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导弹袭击啊 这个导弹袭击呢 是很久我们没有看到的 那么据报道称啊 袭击发生期间呢 就是沙利文到基辅访问的这个期间 说有超过2.5万人在基辅的地铁站避难啊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和图片呢 显示人群挤在地下啊 CNN说呢 这些图像让人想到冲突初期的场景啊 就很久没有这一幕了啊 报道呢 还援引了乌克兰官员的说法称啊 俄罗斯向基辅地区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和29枚巡航导弹啊 乌方表示说所有的导弹均被击落 约有十几人被掉落的碎片砸伤 没有人员死亡的报告啊 那么这个报道还说呢 沙利文对基辅的这个访问呢 没有拿出美国军事援助的时间表 只是安服称啊 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白宫说呢 沙利文与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 和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会晤啊 沙利文在会晤以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说呢 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乌方应该相信美国 我在以前的视频也说过 我就觉得说只要是这个乌克兰啊 还是泽列斯基执政啊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不可能达成这个停火协议的呀 因为呢就是泽列斯基啊 他在这个基辅还有全世界啊做演讲啊 已经是把乌克兰的民族情绪啊 鼓动到了一个极致了呀 是他自己啊 把这个情绪鼓动到了极致了啊 其实他现在呢是骑虎难下啊 他不可能从这个虎背上下来的 怎么下来的啊 任何一个让步都是自我打脸 他多次表示哈 就是说呢 他们的要求哈 就是俄罗斯从这个乌克兰的领土上 完全退出一寸土地都不留 包括克里米亚 然后呢 俄罗斯的军人从乌克兰撤出 一个军人都不能留啊 除此之外 战争期间啊 乌克兰所造成的任何的一个毁坏 都需要由俄罗斯负责重建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啊 他说一点让步的余地都没有 这是他自己把自己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啊 我认为如果说乌克兰和俄罗斯 要想达成一个停火协议的话呢 那么就必须得是有一个人啊 他不是泽列斯基的人 是泽列斯基的反对派出来 把这个责任呢 全部都是加到这个泽列斯基的头上啊 然后呢 这个人在带领这个乌克兰重新开始啊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协议 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一派啊 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才能达成这样的协议 才能让乌克兰重新开始 否则的话呢 是不可能的 就是李辉啊 他浑身是嘴啊 他也不可能促成这件事情 好 这是关于这个俄乌冲突的啊 第二个呢 重大新闻的是什么 我们大家可能看到了啊 就前两天的时候呢 这个布林肯又到中东去了啊 他去沙特访问的时候呢 他宣布说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停火决议草案啊 那么这件事情啊 那么这件事情啊 就让全世界 其实呢 我还看到啊 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还说啊 美国现在啊 180度的大爪弯啊 看来美国呢 看来美国呢 是认清形势了 结果投票的时候 他又投了反对票 还记得吗 那么这次他自己也主动提出来了 这种停火决议草案啊 我直接就看到全世界呢 就不再相信美国 认为美国呢 就是在玩花招啊 那么果然啊 联合国昨天的时候呢 就进行了投票 这个投票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联合国案例会呢 一共有15个国家投票 对不对 然后其中呢 赞成票呢 是11票 弃权票是1票 反对票有3票哎 那么反对票呢 其中就包括中国 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呀 那么我们可能呢 就会纳闷啊 为什么美国提出来了停火决议 中国 俄罗斯 还有阿尔及利亚 为什么会反对呢 然后你再结合美国之前的那些个行径 他一直都是反对的 一直经常就是他一票否决啊 那么现在他提出来了这个谁会信呢 果然是这样的啊 中国 俄罗斯 阿尔及利亚啊 还有龟亚 娜就认为骗人的 美国就是耍花招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美国所提出来草案 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根据联合国的网站公布的啊 草案的主要内容就包括啊 草案认定必须实现立即和持续停火 以保护所有各方的平民 允许运送基本人道主义援助 并且减轻人道主义苦难 为此明确支持国际社会 正在为促成与释放所有剩余人质挂钩的 这一停火而做出的外交努力 草案强调 安理会全力支持 利用任何停火所创造的机会之窗 加紧外交和其他努力 为可持续的停止敌对行动 和实现持久和平创造条件 读到这儿呢 你会看到啊 它都是采用的一些这种语言式的啊 听起来呢 并不像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啊 所做的决议啊 就是玩弄这个语言花招啊 都是给他自己脸上贴金啊 好像他自己是好人似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俄罗斯的代表在投这个反对票的时候啊 是如何发言的啊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 在表决前回顾道啊 近六个月以来 安理会始终未能就要求在加沙实现停火 通过一项决议 这是因为美国利用各种借口 三番五次的阻挠 而且美国还不断的做出承诺 将会达成协议来结束战斗 聂边甲说呢 直到现在啊 美国终于认识到停火的必要性 但是呢已经有超过三万名加沙人为此丢掉了性命啊 聂边甲同时指出啊 美国在其决议草案当中呢 是打着停火的幌子啊 试图向安理会兜售企业对停火紧迫性的一个模糊界定 这是不够的 安理会必须明确要求停火 聂边甲认为美国在草案中并没有呼吁停火 他指责美国领导层故意误导国际社会 他还表示说呢 这份草案只是在模糊美国选民 用虚假的停火呼吁向他们扔一根骨头 他对各国代表说 如果这份草案通过 就会让你们所有人蒙羞 他同时表示安理会十个非承认理事国散发的另一份决议草案 才是一份平衡 而且非政治性的文件啊 就是这个俄罗斯的代表啊 对美国的别有用心的一个明确的揭露 美国呢 一个就是现在在国际上呢 因为袒护这个以色列啊 越来越失去了人心 因为他没有站在正义的一边 使得全世界呢 对美国的这种 一直往脸上所贴的这种 正义的维护者的这种脸上贴金啊 认识到了他的本质 正好就是相反了 另外呢 美国现在 他是在面临着大选的时候啊 他也是要安抚住 他国内的那些 在对巴以冲突这件事情上 有正义认识的那些选民 正向涅边甲所说的啊 他们就是用这种 模糊的一些提法 来护呢 美国的选民 用虚假的停火呼吁啊 向他们扔了一根骨头而已啊 所以这时候啊 像中国啊 俄罗斯 还有这个阿尔及利亚啊 绝对不能够让他的阴谋得逞 你不信就看 下一期呢 别人再提出来一个 这个停火决议草案的时候呢 美国牛脸就会投这个反对票 美国经常啊 到了大选季的时候啊 他所说的话 做的事情啊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选票啊 那么上一次大选的时候啊 自信满满的川普呢 意外的就输给了这个拜登啊 那么完了以后呢 川普啊 他是不甘心的啊 他一直都叫嚣说呢 我会卷土重来 对不对 而且呢 同时他还不承认上会的大选啊 试图想通过这个法律的手段 来推翻上次的大选啊 可是呢 他所提起来的 有50多个诉讼啊 全部都被法院扔出来了 根本就是不欲立案啊 说他是证据不足 不欲立案啊 就是这件事情啊 彻底打碎了 我对美国法律系统的那种认知啊 以前的时候呢 我认为啊 美国的法律系统呢 是最公平公正合理和科学的 我真的是那么认为啊 以前的时候 但是呢 现在我认为啊 美国的法律系统啊 就是一个笑话啊 他不仅仅是有钱人玩弄的一个游戏啊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政治工具啊 美国呢 之前的时候 我知道啊 他们民间呢 就有一种对法律的认识呢 就是说 这个法律呢 不是穷人所能玩的啊 因为在美国要打官司啊 加拿大人也一样啊 西方的人也都是一样啊 穷人也是打不起的呀 所以呢 穷人一般的来说啊 如果你受了什么冤屈的话 你就忍气吞声啊 就算了啊 你就把这件事啊 给他忘掉啊 你的人生继续就得了 忍了这口气啊 就是美国的穷人啊 可是呢 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件事情 让我认清了啊 就是不光这个穷人啊 你会被排斥在这个法律系统之外啊 就贵为美国的总统啊 川普那会儿 他递交的50多个案件啊 其实他那会儿 他还是总统的啊 贵为美国总统啊 你都会被这个法律系统所欺负啊 那么一般人可能就不懂啊 我那会儿在我的视频里面就讲过啊 美国他是这样的 你来立案啊 如果你胡说八道啊 你一点影都没有 那法院是不会给你立案啊 但是你想想川普来立的那些案啊 他是这个律师层队啊 都是美国顶级的大律师啊 然后呢我们还亲眼看到了他那个顶级大律师那个办公桌上的那些个证据材料啊 都一大桌子啊 怎么能说没有证据 很显然他是有证据的啊 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应该说呢 这些证据到法庭上都去双方进行这个视证啊 制证啊 掰开了揉碎了来分析一下这些证据 然后呢或者由陪审团啊来做出来判决 或者由法官啊做出来一个判决啊 那你这个判决一定得是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全面的深入的一个分析啊 你才能说呢 哎 这个证据的我不采纳 那个证据我不采纳 这个证据说明这个 那个证据说明这个 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你哪能说法院啊 还没有到法官那儿啊 就管立案的那些个小职员啊 就说哎 这些都一概都不于立案呢 这怎么能是美国的法律呢 但是呢 川普的案件啊 就是这么进行处理的啊 所以啊 我对美国的人真的是啊 连贵为美国的总统啊 都无能为力啊 受这样的窝囊气啊 那么川普从小到大呢 他是生活在美国的国家的啊 他不是后来移民来的 所以呢 他对美国的这套 其实呢 他心里面也是非常清楚的啊 那么就在这个 两三年的过程当中啊 川普呢 也受到一些民事刑事的指控啊 一切的一切呢 都是啊 一开始是吓唬他 让他不要再来参选这个总统啊 后来就吓唬不住了 真是要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 这些案子啊 或者吓唬他啊 会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或者真的是送到监狱里去啊 前一阵呢 还做了一个判决啊 就对他进行那个罚款 罚的是4.64亿美元吧 说他偷税漏税啊 罚他这么多 4.64亿将近5亿美元啊 川普不知道他现在还有这么多钱吗 那么这个罚款的交款日期就快到了呀 就是到3月25号 今天是22号啊 23 24 25号就下礼拜一啊 下礼拜一就到期了 昨天我看到川普呢就出来发表意见说呢 他说这4.64亿啊 他说我一分钱都不会交的啊 原因有两个啊 第一个呢就是完全对我的不公正的一个政治破碍啊 第二个呢就是我也没有这么多钱啊 我也拿不出这些钱了 所以说呢 我是不会交这笔钱的啊 特别搞笑 好这是关于川普的一件事啊 另外呢 关于川普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呢 也非常搞笑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事关澳大利亚的呀 前两天啊 就看到有媒体报讨啊 说川普就说了啊 川普说如果他重新当选的话呢 他将会驱逐这位 中国通大使啊 前两天我就看到有这个报道啊 当时我想他要驱逐中国通大使 很显然呢 这应该不是中国大使啊 是其他的一个国家的大使啊 而这个大使呢 是一个中国通啊 他要给他驱逐啊 那么今天呢 我就看到啊 这件事情澳大利亚回应了 原来呢 他要驱逐的这位中国通大使啊 是澳大利亚的大使啊 那么这位大使是谁呢 就是陆克文 如果我们中国人啊 之前的时候啊 了解中国和澳大利亚 原来的比较友好的关系的时候呢 那你可能就知道陆克文这个名字啊 陆克文曾经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啊 他还会说中文呢 他和中国呢 是很友善的啊 就是他当总理的时候呢 和中国签署了很多的那种合作的那些意向啊 包括一带一路对吧 有很多啊 其中就包括达尔文港的那个99年的那个协议 对不对 就是这个陆克文啊 陆克文呢 他现在啊 就被澳大利亚新的这个政府呢 任命为是驻美国的大使啊 那么这个陆克文现在一如既往呢 他仍然是对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呀 这个关系啊 有一个清醒的客观的认识 咱不说他是亲中的 他还是为了他们澳大利亚的利益啊 那么他经常会发表一些比较客观的一些看法啊 那么就是因为他这个看法 你想想看啊 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呢 他肯定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的啊 那么川普呢 就很生气啊 他现在他发誓说 他说呢 如果他这次啊 重新回到白宫的话呢 他第一件事就会驱逐这个陆克文呢 那么澳大利亚是如何回应这件事呢呢 澳大利亚政府呢 就表态说呢 陆克文啊 是澳大利亚官方派出的一个大使啊 澳大利亚政府当然会全力的支持 他们所派出的大使陆克文了 强调说呢 即便是这个特朗普上台啊 说澳大利亚呢 也不会改变驻美国大使的人选问题啊 那么到时候我们就看了啊 看着澳大利亚能不能顶住这个美国的压力了 那么最后一条新闻呢 是直接和中国有关的啊 这个新闻呢 是来自于美国之音的啊 有很多网友说呢 美国之音啊 就是一个造谣之音啊 是一个造谣媒体啊 美国之音说的话呢 就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啊 但是呢 这条新闻啊 我不知道是该信还是不该信啊 这条新闻是说什么呢 说中国和印度之间就是那个边境是高远地区 对吧 这个地区呢 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有争议的一个地区啊 当然我们中国是认为是没有争议的啊 其实争议来自于哪里 他原本是没有争议的 所有的争议啊 都是来自于这个英国 英国想当年呢 一个叫什么麦克马洪的啊 他们当时殖民印度的时候呢 他就跑到边境去啊 进行测量啊什么的啊 然后呢 他就有意的把这个边境线呢 往中国这边啊 给他这个吃劲啊 然后呢 当时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清政府啊 无力顾及到这个 麦克马洪啊 还通知这个中国政府啊 他有可能就吃准啊 这个中国政府啊 不会理他的这件事情的 你麦克马洪你算什么呀 你跟着测量一个 就召集这个双方来商定边境问题 我们边境没有问题啊 中国政府就没有来啊 然后呢 他测量的这个做的这个图呢 哎 那么印度独立以后呢 他们就认了这个边境线了 他就认为呢 麦克马洪所划入的这些呢 是他们印度的固有领土 实际上印度这个国家 之前的时候呢 他都不存在啊 他是新成立一个国家 从哪来的自古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个边境啊 原本是没有事的 纯粹是英国那会儿啊 人为搞出来的事 好多都是他们搞的啊 包括菲律宾下呢 本来是没有事的 美国愣生生的 非得鼓动他搞出事来啊 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呢 根据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啊 因为那块不是一些高远吗 就是很多的山对不对 那么印度他要想到那个边境线的话呢 他是很难的 他是过不去的啊 说印度现在呢 他修了一个隧道哎 他这个隧道呢 现在说是呢 已经开通了哎 前不久的时候呢 印度总理莫迪啊 就到现场去为这个隧道 举行了一个开通积木 说完了以后呢 这件事情 那中国肯定是表示反对了 那么美国之音就说呢 现在啊 印度和中国之间 在这个隧道啊 开通积木之后啊 就开始呢 在边境部署兵力的这个对峙啊 美国之音说呢 现在双方在边境这块呢 已经是部署了五万的兵力 五万来 他没有说每一方五万呢 还是一共五万啊 也就是说呢 中印边境现在啊 是空前的紧张 那么我估计呢 隧道这个事呢 是真的啊 印度肯定是要修一个隧道 这样呢 就方便他运兵啊 运这个军备物资什么的啊 但是呢 你至于说双边现在呢 剑马弩张啊 部署五万兵力啊 一触即发呀 这个我估计 美国呢 他就是渲染了 这是他希望的 我相信中国呢 肯定有足够的智慧啊 让双方的这个边境呢 不至于大动兵革啊 中国现在呢 肯定是注重发展 不想打任何的热战啊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